物净天则,适者生存 这个丛林法则呀,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真的是对吗? 实际上早就被否定 我们今天重新梳理一下 这个大鱼吃小鱼 它是动物界的 人之所以区分于动物 被称为万物之灵,就要做出一个顶天立地人的样子来 虽然说古话也讲,天之道不不足,人之道奉有余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两极分化 先父带动后父了吗? 我们党的初衷宗旨是绝对好的,没有问题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西方的进入很多原因 就是人呢,尤其在中国它是M型社会 就是中产阶级是最少的 实际上中间的小康,这就叫小康 大富大贵的少 贫穷的也要少 这样的社会 才会更完满一些 幸福指数才会高 大家才会和谐 而这样就两极化了 这样就是这个 应了圣人的话了 我们只有拉近这个才会更好 就是同情弱者 到犯不上说劫富济贫啊 但又要有那个味道在里面 这个词是不太恰的 但是这种事 就是说你有钱了就分给大家 对吧 分给最起码身边的人,家人 不管是什么不失吧 法不失,财不失,无谓不失 人空空来什么都没有 当你有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不是完全 你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都是大家的衬托 从你的基因 从你累生累世的福报 从大家的帮忙 从环境的配合 还有一些意外的运气 天地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天地 你看我们说 天为照明 日为照明 月半修身 天已降生 地已载玉 何以为报 他们 这个地活水风啊 就是太阳空气水 大地 就无时无刻在运转 从来没有记功名 也从来没有抱怨我 那这就是自然的道 自然大道 我们不能跟动物学 而现在的人呢 很多就反倒不如动物 你看现在 经常视频里面 那个动物多有爱 是吧 它不光是同类之间跟人 它也要 就是回报 甚至说以生命来捍卫 那真的很震撼 所以说达尔文这个 这一套啊 就不管它是 呃 发现了多少个个例吧 真的说 有有有很多的 那个 它不是一个整体的规律 尤其不适合人 就是这个思想 这一套 大鱼吃小鱼 这个 不对的 那就是霸权了 那就是西方的那种 什么二八法则呀 啊 其实它 事实上 可能是这样的 包括经典也说 是 是这样的 但是它是为了 不让你这样 你才能更高的提升自己的 层次 能量 维度 才算得上 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是一个俗人 现在是倡导什么狼性文化呀 什么狐狸呀 狡诈呀 就这一套 那都是畜生 下一节我们讲讲中国人 真正对人是怎么来的